好了 秀琴現在已經改造完成了 歡迎秀琴 這樣有嗎 真的好多了 真的比較幸福 好多了 有嗎 有 真的有 真的很美 你看我走路的反應 你看我走路的反應 好多啦 好多 你少了 你少了 我走路的反應 你好辛苦 你腰痛吧 你腰痛吧 貼一個沙龍趴斯在背後 國際老師真的關鍵是什麼 這種顏色對秀琴來說 對男生來說 對志遠來說 幻想的空間會比較多 真的一點 而且在晚上 不管你是在外出燈光什麼照 都整個對他來講 居家是會不會太 笨笨笨笨 符合他的風格 符合一下 因為他現在是有企圖心的 那我們就讓他達到目的 再說 所以說我們該有的裝備 還是要算 但是我們更會覺得 這個天鵝好像在展翅的感覺 要飛了 要飛到 來 往前走一下 真的 有時候頭髮夾起來 不一定是好的 對 這樣 那顏色 放下來 比較吸引感對不對 對 今天晚上給你白麻麻烈夯 愛你這 就愛你這一點 愛你這好 不反不反 大成功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讚 那至於這個 因為琪姐的部分 可能需要就是 比較麻煩一點 回去再處理就好 好 沒關係 我們剛剛聊完這個 我們外在走山的部分 今天要聊一下我們的內在 好不好 我們的個性啊 還有一些這個生活習慣 變回合 親愛的 你很難相處耶 婚前語氣沒有晚約 現在罵我像罵條狗一樣 婚前還可以跟你裝一下 婚後 老年哪有每個時間跟你再裝啊 你怎麼 你沒有反應了 沒有 我現在錄出來 我總不能一直反應下去吧 還要錄吧 有什麼關係 以前她的行為或者講話方面 都有來講 她是一個很特別的女生 講話都很有氣質 然後 通常原住民講話都是大啦啦的 有沒有 然後 當然現在她呈現她原住民 她原來的個性 那過去來講 她給我的感覺就是很溫柔 然後 不管是 像我 早期我在比賽 出去比賽的時候 她把所有的東西都整理好 我的球衣啊 我的襪子啊 我的所有的一切事物 然後什麼 保養 營養品之類的 然後都弄好之後 然後就 叫我說 爸爸你什麼都不用管 你只要負責 就是去比賽 把身體 照顧好就好了 然後有健壯的身體 這些東西都我來做 感人耶 好棒喔 這些東西都我來做 你看 我覺得這就是 我要娶的女人 這樣子覺得這就是我要的女人 對 我覺得 好棒喔 你怎麼可以這樣做 我覺得我 不是我提醒你 是她自己可以這樣子做 我老公應該要這樣子做 然後她不要去想多餘的 像這些小事情 由女人來做 我只負責出去 就是 然後賺錢 爭錢回來這樣子 對我感覺 對我來講就是 這就是我一輩子要的 但 但出現 PUT 但是 後來怎麼樣走三 後來我就 到 不要講說我們男生 把女生倒手 她也 她們女生有這樣的一個感覺 陳志遠是我的了 然後她就慢慢地 因為就把所有的那個 她的個性都呈現出來 譬如說我可能回去的時候 那我回去 我會脫襪子 然後就放在那個鞋櫃那邊 過去她是撿起來丟過去 爸爸您 那個 爸爸您可以把那個衛生 不是衛生 襪子 襪子 襪子丟在那個洗衣機 或者是洗衣籃裡面 對 反正所有的語調都是很溫柔 那現在不是 我回來脫下襪子 然後坐在沙發上面 我覺得很累 你幹嘛 你不會趕快去洗澡 全身髒稀的 去洗澡 然後語氣都不對 去洗澡 快點這樣子 你襪子幹什麼丟那邊 你沒看到洗衣機 你瞎了嗎 她就這樣子 對 我覺得 說了襪子順手 差很多 從你從年輕講到現在 現在應該真的是說 你瞎了嗎 對啊 你從年輕講到現在 不是 你知道嗎 一個男人 他需要一個女人 他完美的那個形象 就是要一直保持得住 你們也沒有多完美 沒錯 還要求我們 那個要有 那個要有 可是你這樣改變 會讓我覺得說 到底 人生就是一場好賭 越賭到人輸 至少我贏到Wii 我贏到Wii 你這樣很開心 人姐評評你 你這樣很開心 而且 而且我一後到現在 謝謝你穿那套 還蠻好看的 我覺得 而且其實最重要的是 Jason 其實我很辛苦 我事後到現在 是我讓我自己去 調適自己的一個心態 我們本來就要 互相彼此去接納 他這樣一個邋遢的一個形象 沒錯 真的 一個成功的男人 背後都要有一個 為什麼婚後語氣整個改變 差太多 沒有 我們不是說 馬上就是翻臉 就是那個 一定是 情緒漸進 欸 先生 那個 親愛的 那個襪子 可不可以就放在洗衣欄 就在旁邊嘛 每天念念念到後面 我們也是會 抓狂 會抓狂的時候 那你為什麼不一開始 面對我就是這樣 我們認識的時候 那就不能把你騙到手了 對 為什麼要用騙到手 我們婚前一定要 你可以拿最真心的一面給我看啊 還假的 就不行啊 大家那麼熟了 你看我多辛苦 你哪有多辛苦 我覺得 老公可以接受我是真愛耶 是 對不對 你可以接受我 不完美的一面 那他有對你大小聲嗎 有啊 其實呢 婚前的時候 我們兩個衣櫃是一人一邊 然後我會幫他整理 這誰的 不是 不是 你知道 這外面租房子就是 簡單就好 不要太多 那大型的家具 你回答我的問題 這是誰的 這是我的 但是那是我老公的外套 那個背心 這也還好吧 美妍姐這衣服 前面那個 那半端的衣服裡面 對不對 大概只有兩三套 他時常穿而已 其他都不常穿 許生本來就這樣啊 不是 我覺得不常穿的 不常穿的 你可以把它收納起來 或者用箱子 那我下次找不到怎麼辦 不是 你再拿出來就好啦 那你又不常穿啊 很麻煩啊 你把它整理好 你看上面那個 那個成板有沒有 你可以放一些東西的 它都是亂的 你們有沒有看右上角 我有收納耶 你要收納 那個袋子嗎 那個袋子啊 秋春 我還有換季耶 我不是說東西 不是 我們還有兩三個收納 你為什麼不一起收納起來 因為就滿了嗎 沒有滿了 上面還有空間可以擺 那你可以幫我 因為我個子不高啊 不是 那是你的衣服 那是你的衣服 不是我的衣服 那幫忙啊 就是這樣子 我替他們兩個要住在一起 對 需要幫忙 所以那我就問啊 對 各自有各自的地方 不是 因為有一次呢 他以前都沒有看到我的這一面 比較自然的這一面 對 然後有一次呢 我也忘記了 我那時候很像要工作 我就說 你幫我去我衣櫃裡面 拿一雙我的那個 鴨香寶鞋子 結果你知道嗎 他就一打開 就衣服整個爆炸爆出來 然後衣服就亂堆什麼的這樣子 然後他就覺得他快要瘋掉 然後把他拿到現場給我 然後他就整天 從頭到尾就臭臉 因為平常他不會去動我的東西 然後我的東西呢 我就是 至少我有把門關起來 裡面怎麼樣 那再說嘛對不對 對 就像客人來的時候 是不再說 先表面先就 有客人 我先做好表面功夫 對 有表面功夫做好 對 給你面子 對 誰 殊不知他就一打開我的櫃子 就砰 就整個就一發不可收拾 這就容忍一下嗎 因為其他應該還好吧 他不只就會在衣櫃 他連他的桌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可以把就是 什麼時候拍到這一張照片 你真的是要把我當作 我跟你講喔 這個是昨天下午 然後這水果是我趕快買的 然後下午他還沒有 他沒有吃完 他還放在那邊 那水果我就沒吃完 你就把它冰起來嘛 對不對 保鮮嘛 那像這個都沒有新鮮度了 然後我看那怎麼吃 桌子還好啦 又不是在床 但是他桌子 你看那個就是整個 你們有沒有發覺在床外吃東西 整個就是亂掉啊 然後我覺得 好好吃 飯店都是這樣子啊 對 飯店都是這樣子啊 對 飯店都是這樣子 那你這飯店都認識一下 對然後床上會有在床 lost 對啊 你以後後會有人會吃飯 吃完東西 se А你不要去飯店 我們住飯店 舅晴 我跟你不一樣 我絕對不准在床上吃東西 怎麼會在床上吃東西 其實我們家裡真的比較小 我們也沒有什麼隔間 就套房嘛 這邊就是沙發 這邊就是床 那其實就很近 但是你還是 吃東西真的還是要起來 我沒有躺下來 我真的是坐床邊好不好 沒有 不要在床上 這是一個習慣的養成 將來你有房子大了一點 你總不能說 爸爸拿東西到房間給我吃 那多糟糕一件事情 對 是不是 你也不會睡覺睡到一半上廁所嗎 真的嗎 真的 對 真的 但是我贏 我贏了對不對 我擁抱你 他還是很愛你 爽 你們兩個真絕配耶 真的 他剛剛已經答應了 回家今天晚上不讓你睡 對 國際老師那個衣服借我好不好 今天晚上對不對 來 下一棒 第二棒 來 薇如 為什麼女生在交往之後 自己會改變就算了 他還試著想要改變男生 比方說呢 在交往以前 女生都會講說 我希望我們兩個 各自保有一些隱私 所以呢 愛就是要信任 所以呢 我不會看你的手機 我也不會查你 那你也不要查我 好不好 都 我們就是彼此以一個愛 還有信任為出發點 等一下 在一起以後 絕對是謊言 你真的是把薇如當你女朋友 在罵嗎 絕對 然後你只要在一起以後 馬上他就要開始 那個手機密碼多少 那個Facebook密碼多少 你知道這是什麼問題嗎 那個Email 那個密碼多少 你心裡有鬼 你心虛 你看 對 沒有鬼 那為什麼在一起以前 你都講說我們有信任 沒有鬼 我們有愛 用信任為出發點 然後呢 再來就是開始 我的Facebook 那個大頭貼 一定要放我們兩個人的合照 這真的很討厭 一定要 還有重點就是 他一定要 我女朋友常常會在那個 我的Facebook留言 對 留言以後 我一定要去回喔 一定要去回 而且回 比方說他有一次他就寫說 你看 你記不記得貼一張照片 記不記得這是我們一起去希臘 好美喔 然後我就寫一個 對啊 好美 然後回去他就罵我 他說你不用心 你沒有自己想 你為什麼只打四個字 對啊 你應該要打 我說那要打多少字 你應該要打五十個字以上 差不多啊 那你就對壓打 對呀 對呀 我覺得我要先回答之前的問題 我覺得你應該先把衣服換回來 說得好 沒錯 你們兩個不要在那邊打情罵俏喔 對 抱一下 因為之前的時候我會覺得 男生我們給你方便 然後你們常會當隨便 沒錯 就是給你空間的時候 然後你就開始跟別人在Forting 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Facebook亂加朋友 你可以講中文嗎 Forting是什麼 就是跟別人曖昧 沒錯 是不是 然後你在Forting上面 一定有偷加別的女生 有沒有 有 那就對了 你看 以前有性妄愛 現在只有性沒有愛 對 都是什麼嘛 沒有 但是因為我們有信任 所以我才會加感 No 不要講那一句 很經典的 我跟你講真的 女生一開始說 我們以信任為前提 是 然後都不查你 但是就是因為交往過程發現 我們真的不能信任你 沒錯 我信過了 還有就是 我女朋友之前呢 就是 在一起之前 她都把那個形象弄得非常好 自己的那個穿著打扮也都是漂漂亮亮 然後家裡也都收得好好的 她很喜歡拖地 然後喜歡整理家裡 很好啊 她也很喜歡做菜 有一次她就在做菜 然後做好了以後 她就說 你幫我把那個盤子拿下來 我要裝菜 我說好 我就一拿 超滑 直接滑掉 打到地上破掉 洗太乾淨了 為什麼盤子會這麼滑 結果不是 沒洗乾淨 沒洗乾淨 太油了 她那個油根本沒有洗掉 因為她很怕碰到那個油污 所以她都是這樣子 兩隻手拿著 然後開水 稍微浸泡一下這樣 對 然後還知道要用熱水 然後那個洗碗筋就是 這樣擠擠擠擠擠 她也沒有去把它搓乾淨 那你可以就稍微拿起來洗掉 她就這樣子沖一沖 然後就放回去 每一個這樣沖一沖放回去 我就生氣 我就摸每一個那個碗盤 全部都是油的 我就只好重新 那你可以找一個庸人嗎 不能怪她 因為她是料油本來就很難洗 對啊 真的洗不乾淨 地溝油收水油很難洗 我們家都是用橄欖油的 橄欖油 你也很難洗 而且這也是 為什麼你不洗 你那麼會洗碗 你洗啊 洗得好乾淨 就男生挑剔說 清潔啊 家事啊 這就是有前後差很大 你要怎麼反駁 我覺得 前後差很大原因是 因為當下 我覺得一定是男女平等 比如說我煮飯的時候 那你一定會好心 那吃完飯 寶貝那我幫你洗個碗好不好 你一定要幫忙的 你怎麼可以 就是坐在那邊沒事 然後在那邊嫌我碗洗得不乾淨呢 這些都可以 但是你要講 你不要自己這樣子弄得這樣 好像 這樣還要講啊 這不是就是互相嗎 很乾淨很整理 但是呢 就是那些細節處 因為魔鬼都藏在細節處 等一下 你是不是跟她處在一起 對 那就對啦 那本來就不需要講 因為就是互相 沒有 一開始沒有 她做家事的時候 你就要負責幫忙做其他的事情 這是分工合作的一種 有啊 有啊 你做了什麼 不要只有在床上表現 她做家事的時候 我都會把那個電視顧 我會看電視 那你會幫她盛飯嗎 盛飯會啊 如果我都煮好飯的話 一定會幫忙盛飯加菜 盛飯給她 會啊 真的還假的 對啊 那你餵她嗎 撥蝦的話是不會 因為我最討厭撥蝦 怎麼可以 我跟你講 女生就是要會撥蝦 沒有 我最討厭撥蝦 因為你在外面指板 在外面真的 在外面 我老胃都是撥蝦的 不是 不是 不是我那個 你媽才要會撥蝦給你吃啊 誰說女生一定要撥蝦 等一下 等一下 聽聽看 為什麼要會撥蝦 聽我說女生一定要會撥蝦 這不是為了我們自己 這是面子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為什麼 我們大家一群朋友出去吃飯 你有話講 我跟你講 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跟我爸媽說 爸爸媽媽媽 因為我很小 才五六歲六七歲 我跟我爸爸說媽媽我不會撥蝦 我爸跟我說蝦子是不用撥的 你把頭折掉 然後把它吃掉 然後剩下那個尾巴丟掉就好 對啊 你看他咳住 對 我吃到了高中 對 我突然交了一個女朋友 我們去外面 然後她就說 寶貝我幫你咳蝦 她撥完就是整個 我第一次吃到沒有咳蝦 我說沒有咳蝦怎麼這麼好吃啊 我那種感動 累積這麼多 然後我從此交女朋友 只要那個女朋友會撥蝦 我說 我愛你 對 沒有咳蝦 沒有咳蝦真的好軟嫩 很美味 而且你試想 像維如這麼漂亮的女生 她如果撥了一個蝦 帶出去 我們大家一群朋友在吃飯 她如果把蝦撥好 然後拿給男朋友 你還好吧 龍蝦咳那麼硬你也吞 不是我們有面子 是維如有面子 來 我問一下男生 包含國際老師 女生會撥蝦 在你們心目中會加分 超加分 女生一定要撥蝦 那這更厲害了 如果說她會撥賴尿蝦 那更好 大夾蟹 陳智你評評理 是不是我幫你撥的 大夾蟹太硬了吧 那是你喜歡吃 蝦 是你撥的 因為我覺得 女生撥蝦可都撥不乾淨 對 撥不乾淨 然後反而吃得很麻煩 乾脆自己撥痠 你不要再這樣說了 黃月衰老師 黃月衰 沒有 而且這時候 你是從來不幫男朋友撥蝦的 因為小時候我也是習慣媽媽幫我撥好好的那種 所以我也變得習慣 就小時候不太自己撥 對呀 媽媽知道才會幫我們撥好好的 那個女生團 你們有男生幫你們撥過蝦嗎 有 多貼心啊 真的 還不只一個 他不只一個 他都幫全家人撥的 是不是 好 湯湯媽 有嗎 我老公都撥整晚撥好好 他會 就是整晚連螃蟹都是 都會 送到我嘴裡 對呀 老公舉圈 我是覺得不可思議 唐唐爸你剛剛舉什麼牌子 真的 你好沒有地位喔 在家裡 可是剛才他 你怎麼會舉圈呢 對啊 然後你幫我撥 他是希望女生幫他撥的 他們都希望你們幫他撥 可是在家都是他們撥給你們 對啊 不是都這樣子嗎 故事不是這樣子 唐唐爸 生活習慣了對不對 所以還牽扯到的是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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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問一下 你衣櫃整理嗎 我衣櫃會整理 但是 因為有時候真的 可能工作太忙的關係 可能一個禮拜 我可能到了 第七天的時候 才開始整理 因為每天出去工作 都要換不同的衣服 那你回來的時候 有時候太忙太趕 你沒有時間 整理一櫃 所以我就會定期的 但是一個禮拜之後就會整理 這個是有整理過的 這個是 剛才可能第二天第三天的時候 還蠻好的 超天關的 對啊 有時候會關不起來 所以這個不是故意拉開來拍照 是關不起來 是有時候因為真的關不起來 因為沒有整理 這樣子可以嗎 這樣不行 不行 因為女生的衣服都在空間了 可是他有衣櫃的門 可以把它關起來 也是看不到啊 那你還把衣櫃 端的嗎 端進去 然後衣櫃也可以關起來 我的關得起來 那你們可以忍受 女朋友在你面前敷面膜嗎 我覺得敷面膜OK 敷面膜可以 但是你不要用那個妙鼻貼 然後撕了一堆粉刺以後 然後拿來秀給我看 這是真愛 你看你看 表示我們是真愛 你看你看 黑頭的還黑頭的 黑頭的有沒有 黑頭的 我全部把它發出來 拜託說真的 老實說 因為女生也會幫男生 就是敷臉啊 或者擠粉刺啊 擠粉刺啊 我們還不要記那些粉刺 你為什麼 對 女生就是這樣 有時候我們在看電視這樣 看著看著看著 比如說你在看電視 你看電視 好大的落差 一隻手就會過來 然後就開始 對 這是為什麼 然後超痛 沒有 因為你鼻子有粉刺 我們看得很難過 很難過啊 我都不難過 等一下 我沒筆 我根本就只是想要 你回來 你回來好不好 我真的受不了了 來 楊綺姐你上去 楊綺姐上 你好 請請你不要走 等一下 楊綺姐 為什麼女生要把那個 粉刺拔出來給女生看 為什麼要給男生看呢 我可不可以舉一個例子 第一個 很多男生我認識的 不只一個 故意要在密閉空間裡面 放了屁以後 然後逼女朋友 或老婆把我聞完 這個我不是會啦 對 小哈注意喔 那請問一下 有人從瘋人院跑出來了 陳卓應戰 陳卓應戰 他不會攻擊人吧 然後呢 我就說奇怪 你們有些男生 關在密閉空間 然後要逼女朋友 或老婆把屁聞完 有沒有 而且說 還把四個門窗都關起來 其實不是 先不要講話 現在是我的時間 對 那為什麼我們只是看到 你長了個粉刺 其實我們也是為了 面子問題 對 你不難過 我看了難過 因為是我看得到你 你看不到我 你們在嫌棄我們醜 不打扮 那也是因為你看到我 我很舒服啊 有沒有互相的想法 我跟妳講 我剛才講說 為什麼把那個 拔起來的粉刺 要給男朋友看 就一樣 那為什麼要關在密閉的空間 就像 為什麼你們剪指甲 還要紋 對 我給我回答你 放屁呢 我可以回答你 因為我希望訓練 你那個憋氣的時間 我怕我們去 我怕我們去拳手 或者去拂拳的時候 你沒辦法拳 等一下 換手 你這回答得不錯 這個你要小心 對 你這有運動員的 那種教育方法 傑森講一下 婚前 當我們剛開始交往的時候 他讓我感覺到 我就是真正的一個男人 回到家會跟我打招呼 東西都打理得好好的 甚至會做菜 結了婚之後呢 所有的一切都會改變 我回到家 只要我進去到房門 他們在睡覺的話 我就要低聲低氣 要非常的小心 感覺好像去別人家一樣 小偷 像小偷一樣 然後只要我出一點聲音 就會聽到我太太 不大雪的那種 小聲一點 小朋友在睡覺 對 然後我喜歡看電視 我喜歡看一些 有聲光音效的一些影片 因為家裡的音效蠻好 戴耳機 他逼我的戴耳機 沒有逼你啊 因為會吵到小孩 只是戴耳機我可以接受 你看他可以接受啊 但是 因為我看著電視也會閃來閃去 小朋友聽說這樣子也是會睡不著 沒錯 那我就買了一個像安全帽 全罩式的一樣 包括音效 包括那個影像 都可以呈現在安全帽裡面 我就躲在我家裡面的角落 自己的人戴安全帽 跟一個需要關懷的老人一樣 後來我覺得 我自己看電影也失去了 就是看電影的意思 樂趣 因為有些時候可以跟家人一起討論劇情 連這個空間都沒有了 我就索性不看了 所以我就把那個安全帽也擺在那邊 我改變了我的人生 夏天 平常我都是睡在冷氣口 吹著冷氣的風 但是因為他說他要照顧孩子 幫他蓋被子 所以我睡到冷氣正下方 沒有冷氣 循環不到 那邊是死角是不是 我說老婆我好熱 他說 我已經看到28度了 你還熱喔 28度 28度 很熱 小朋友晚上會咳嗽 太冷小朋友會感冒 對啊 外面室溫33耶 看28很冷耶 對啊 環保潔很好啊 很潔潔的老婆啊 沒有 所以我背上睡覺也就是說長枕子 長肺有一點肺 你跟他這樣真的不應該 沒有關係 這樣你還要結婚嗎 我覺得好恐怖 對 先不要 但是為了對於這樣婚姻 為了我們的家庭 我願意承受這一次 你老婆何常也不是為了這個家 要照顧小孩 最起碼我早上起床的時候 我看到家人 以前她看到我起來 寶貝你睡醒了早 現在我早上起來 寶貝早安 去照顧孩子 昨天表現不好啊 沒表現 對啊 他們都睡在一起 無法表現啊 跟小朋友 我表現的時候 我女兒會很好奇 有你在幹什麼 但是你知道 我女兒香香 她每次穿28度晚上睡覺 但是我老婆都會把它裝扮成 差不多像美人姐這個樣子 全身長袖 穿著襪子 我女兒晚上睡覺在慘叫 流汗 抓襪子脫不掉那樣子 然後媽媽會說不可以 這樣子會著涼 我看他汗都用噴的 長肺子的不是只有我 連他也長肺子 好啦 那這個就是 講病的更嚴重了 沒有 這就是保護過度啦 古話說得好 那妳交男朋友的經驗 他們的落差是什麼 我個人覺得 男生真的有的時候很奇怪 好 那當然認識我的時候 我就講 大家出來做朋友 我們今天出門 不管是來賺錢 還是來工作 我們總是裝要化一下 以前眼鏡戴一下 那是工作嘛 那剛見面總不能一開始就開始 問候人家父母 對不對 那不可以 這是沒有就是禮貌的事 職業道德 對 職業道德 但是熟了一點以後 你認識我的時候 我就已經差不多搞成這樣 然後你覺得說 我認識你的時候 你不講話坐在那邊 氣質感覺超好的 是我的問題嗎 這是我的錯嗎 然後你來追了我 然後認識一段時間 我比較熟了 我就開始髒話啊 對 就是我個人的習慣 對 我就讓你看到我真面目 然後你還要跟我說你很受傷 奇怪了 那是你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吧 拜託 拜 對 這誰要你喜歡啊 我活來這個世界上 不是靠你喜歡而活在這個世界上 說得好 你喜歡 滾 對 他可以走就好嗎 沒有 不一定要滾 就走啊 就不要在一起啊 分手啊 但是他會不會希望 就是因為 如果你可以改掉一些 你會變得更好 讓更多人喜歡 好 那你講一下 你希望女人 你在 你是結婚嘛對不對 有婚前跟婚後對不對 對 你覺得你希望女生改掉一點 什麼生活習慣 你們會覺得好過一點 比如說 就是基本的禮貌 打嗝嘛 你剛剛講了嘛 對 打嗝我覺得 這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吃完東西 大家很開心 如果你突然間 一個嗝 我們男生會覺得嚇一跳 好 然後我覺得這個可能 比放屁還要再嚴重一點 還有呢 敷面膜可以嗎 敷面膜我可以接受 敷面膜我覺得是女孩子 保護自己 保養自己 這是蠻好的 那我覺得講髒話 我也是希望能夠盡量少 盡量不要 在自己的面前會比較好 好 OK 沒有啊 所以我不會跟她在一起 這不是很簡單嗎 對啊 不喜歡 好 那就不要 對 對 而且等一下 蝦 我真的要再講一遍 蝦是什麼東西啊 女人會播蝦 我一定要告訴你一個大悲劇 我有一個姐姐 大悲咒呢 對 大悲咒她表妹 我有一個姐姐 她就是非常給她的老公面子 有一天出去吃飯 她的習慣性就幫她老公剝蝦 然後剝完了以後呢 因為手已經弄髒了 其實很多人不願意剝蝦不是不會 怎麼會不會 什麼事情都學了就會 怕蝦 怕手弄髒 所以呢我那個姐姐覺得說 我剝完了 那既然我老公有了 那孩子大概剩幾隻 我就順手再剝一下 不然的話不太禮貌 所以呢她就剝了 大概五六隻就放在這個旁邊 然後就說 如果大家不嫌棄的話可以吃 對不對 多有面子 超有面子 很棒吧 棒透了吧 嘿嘿 席間有一位老大哥 當年已經七十幾歲了 一看到那個姐姐剝的蝦 眼淚快流下來了 他說 哎呀 我活這麼大呀 除了我媽 沒人給我剝過蝦 我一定得回報你蝦 那我那個學姐 我姐姐就說不用了不用了 真的沒有關係 不行不行 我一定要回報你 哎 你們有沒有看過 剝蝦不用手的 那個老大哥 就夾了一個蝦 七十幾歲的老先生 先把頭咬掉 把屁股咬掉 旁邊夾著 然後用嘴給那整個那個蝦子 殼給咬掉了 然後把那個剝好的蝦 夾給我姐姐 嚇死了 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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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報 回報 大半不棒 大半不棒 真的是悲劇 變成表姐 對 然後她先生在旁邊 又不好意思得罪那個大哥 對 多有面子啊 你吃了 就吃下去了 對 我那個姊姊就看著 滿是那個老先生 不出來的口水啊 口水 哎呀 你讓你老婆吃啊 哎呀 太太棒了 這麼好的老婆千萬不要 來來來 想一口 不要出來 哇 口的媽呀 好 問一下 後面的天團美麗人 不要先問你們 先問你們老公好了 對對對 要抱怨誰什麼 對啊 你們最受不了 他們婚後的什麼事情 來 Kim 我在她婚前啊 衣服至少會自己折好 然後放好 掉好 現在不是 她婚後回到家 脫掉了衣服 她就直接堆在沙發 然後沒洗的跟洗的 全部都堆在沙發 要看電視就把她移到一邊 看完再把她移回來 她還會直接移回來 然後要找衣服 她都會用拉的 然後頭髮也是 婚後頭髮都不洗 很不喜歡洗的 她兩三天洗一次是 算很常洗了 她幾乎都是一個禮拜才洗一次 一個禮拜一次 一個禮拜洗一次 頭不能天天洗耶 之前有個報導 天天洗對頭皮不好 我女朋友也這樣講 說這樣可以養頭皮 女生都這樣講啊 對啊 養頭皮屑吧 好 那堂堂爸呢 養蟑螂吧 我覺得婚前的話 其實真的就像 仙杜瑞拉一樣 而且她什麼事情都會自己來 仙杜瑞拉 威姑娘 威姑娘 她什麼都會自己來 什麼都會自己做 天啊 仙杜瑞拉 小姐 婚後之後就不一樣啊 婚後就變仙杜瑞拉她媽 一直叫我們去做這些事情 對啊 然後整天又很黏 甚至到我下班回家 很黏你 超黏 不能沒有你 對 要有空間 她有駕照 可是她現在好像沒有駕照一樣 什麼意思 對 全程都要接送 真的耶 在家裡只要男生 只要是父親或是老公的話 都是在做司機耶 真的 這是基本的愛的表現 因為小孩子都女兒 還帶著孩子做後座 接送 休水店 還有提款機 這本來就是任何一個男生 跟女生在一起的 最基本 不然我們為什麼要跟你在一起 喝馬桶水都搞不好 這個可能是他們要求 家人呢 家人 就喜歡在房間裡面剪指甲 很正常 掉屑 OK啊 因為 因為房間我們基本上 不會穿室外鞋上去 可是就我生活習慣是不喜歡剪指甲 因為我也不喜歡穿一般的室內鞋走動 那這樣子 那會扎到腳對不對 會扎到腳對不對 我覺得髒髒的感覺 要去大馬路上剪比較好 沒有 她的規定是在那裡 沒有 你可以去陽台啊 陽台或是在那裡 我們家沒有陽台啊 廁所 廁所也可以啊 廁所就好了啦 管理員啊 你不需要再拿吸塵器或是 所以我問了隨時隨地剪指甲 就想到要剪不OK 你要拿指甲剪 然後很慎重的到那個廁所裡面 然後認真的開始剪指甲 不然以前 要時候水沖一沖就乾淨 不用再大費周章的拿吸塵器 他沒有跟他交往之前 就隨時隨地都可以去剪 就想到什麼就剪一下這樣 這每個人都很細 好細喔 這就是我的習慣是 我的習慣是 剪完指甲之後我就要算 是不是十個 OK 好 而且還有時候會噴遠一點 我還把他撈回來 一定要十個 然後我才把 我才把 然後上完廁所也不順手 刷一下馬桶這樣子 然後上廁所就刷 你也可以刷 大號就是卡賽 然後他還不是 卡蛋 卡蛋卡賽 哇 他看到一定會唸 他看到一定會唸 然後他就是他的規定 你上完教室 你為什麼不怕弄好 你就晚上洗澡的時候 順便刷就好啦 晚上洗澡的時候就順便刷 跟你看到有你不會噁心嗎 自己上了自己處理啊 就上完廁所 就旁邊有刷子 你就弄一下而已嗎 你怎麼了 等一下美人姐生氣了 你激怒美人姐了 不是 為什麼這件事情有這麼難 沒有他就是他的 那他很多 你為什麼可以你真正的看著馬桶 有一個東西 你冷清一點 他沒有跟你處在一起 他還敢 沒有結婚 卡旁呢 其實 我覺得我婚前就是這樣子 像他說他都被我騙帶 被我騙帶回家 他說他跟我在一起的時候 房間都很乾淨 怎麼就是 一坪大的房間超乾淨 都看得到路 而且衣服都收得好好的 結果你後來就跟我說 看得到路 誰叫你沒有把衣櫃打開 對啊 你自己不開衣櫃 當時忘了開 沒有啦 其實 有誰會去一個女生家去開一下衣櫃啊 這就是你的錯誤了 對啊 你自己要有幻覺的 對 你把它套在我們身上 其實我要說的是 不好的婚姻就是一條 看不到盡頭的路 你原來有路可以看 天堂有路你不走 好 必如我們 穿進來 這什麼結論 結論就是 我們媽呀 要怪誰 對 就接受吧 好 自己選擇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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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яз